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一到十二节 今天要进入的是另外一个大段落 从第二章一节到第四章五十四节 这一个大段落主要都在谈论的是 新与旧的对比 若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耶稣来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带来了一个新的纪元 新的开始 他带来恩典 那么今天是这一个大段落的开始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取清的宴席 加拿大概在拿撒勒北方十四公里的地方 加拿是拿丹叶的家乡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 酒用尽了 对在当时候的宴席婚宴会持续一段时间 甚至到一个礼拜 那么如果在那个时候酒喝尽了 甚至有一些文献记载 新郎会有官司的问题 会吃官司的 因为酒预备不够 让宾客不能尽兴 这在当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书师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对耶稣说 他们没有酒了 不是非常清楚 为什么耶稣的母亲 会来跟耶稣讲这句话 也许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有参与在这个宴席的一些行政里面 不管如何 他来告诉耶稣 他们没有酒了 这对当时候的这个新郎 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耶稣说 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里听起来有一点 不是很礼貌 母亲原文是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讨论 我使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 他对这一段的翻译 是说 母亲请别勉强我 做什么 我的时刻还没有到呢 母亲请别勉强我 做什么 我的时刻还没有到呢 原文是妇人 在当时候并没有不尊敬的意思 是一个 甚至有些人对挚爱的妻子 也是用这个字 是一个尊称 然后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是犹太人的惯用词 惯用语 那么现在中文译本是翻译说 请别勉强我 做什么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句话 耶稣在整个福音书里面 讲了几次包含他的意思是说 我施行神迹或者是公开我身份的时候 还没有到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人对弥赛亚的期望 是一个政治的君王 而且他们认为是通过政治甚至是武力 来夺回政权 因为他们现在是被罗马帝国殖民 所以他们想象是起来革命 起来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 是有一军队跟军队之间的这样的战争 当他如果众人对弥赛亚的期待 是这么样的偏差错误 而他行神迹 会让众人有一个错误的拥戴 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纷扰 所以在门徒还没有预备好 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之前 他常常就会提到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上帝显神迹的时候 上帝彰显他荣耀 他身份的时候还没有到 很特别的是 他的母亲玛利亚 没有因为耶稣委婉的拒绝 甚至回绝 感到不悦 他还是继续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玛利亚可能不知道 耶稣会用什么方法 但是他在这里知道 足智多谋的耶稣 他一定能够在这世上带来改变 所以他就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乘两三桶水 这个石缸一缸可以 大概75到113公升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石缸 有六口 表示这户人家有非常多的 是一个大户人家 可以招呼很多的客人 这次在第六节 约翰特别写出来 是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这六个石缸是为了捷径 不论是洗手或者是等等 各样捷径的礼仪 结果第七节 耶稣对用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宴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 反复在思想的时候 我发现 用人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顺服 因为如果我是用人 我去打水可以 因为本来缸里面的水用完了 我应当可以把它打满 那么我提了井水 或我拿了水 我认为把缸口倒满了之后 现在也就是说 当我一倒满 耶稣立刻就吩咐我 假设我是用人 耶稣立刻就吩咐我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宴席的 我可能会弄了一下 因为我刚刚才把这一缸 石缸的水打满 我打满 我很清楚 它是水 我知道我从哪里拿这个水来 可是他现在呢 要我把这个水咬出来 给管宴席的 我有提过 在当时候的用人 奴隶 是非常非常没有地位的 他很可能因为犯了这个错 我刚才讲 酒用尽了 所以当时候的人 特别宴请客的这一方 是非常大的失礼 这个新郎可能还 在文献记者 还可能因为这样吃官司的 因为他让宾客丢了脸 或者没有尽兴 那我现在把水拿去给管宴席 我不是淌了一个浑水吗 我这样做可能给我招致很大的麻烦 但是我就看到这个用人 说他们就送了去 这是一个单纯的顺服 我认为也是带着勇气 管宴席的 尝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用人知道 这里特别约翰强调 管宴席的 不知道是哪里来 只有咬水的用人知道 因为这水是他们打的 他们知道这个是真真实实的水 可是它变了酒 水跟酒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他们可能目瞪口呆的 看着管宴席的 他们在端过去的时候 可能胆战心惊 但是他们就顺着 耶稣的吩咐 明白耶稣的吩咐 照着去做 就要经历神迹 管宴席的 尝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 只有咬水的用人知道 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 留到如今 耶稣把水变成酒 不仅变成酒 还变成好酒 尚好的好酒 这里其实是有一个 旧约的背景 在限制书里面提到 神的国度领导 神国度里面 就是有充足的酒和水 所以这里提到 神国的酒取代了 旧的洁净的礼仪 神国的酒取代了 旧的洁净的礼仪 这从第二章 我刚才讲 从第二章一直到 第四章的五十四节 这三章里面 其实记载了非常多 这样的对比 刻意的约翰在这里安排 耶稣带来一个新的时代 带来一个新的改变 耶稣带来一个 神国度的彰显 好像一个神国的宴席一样 耶稣让大家喝酒 喝得满足 而取代了旧的 那个洁净的石缸 洁净的礼仪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这里头一件神迹 就暗示了 后续还有别的神迹 表示神迹就是 上帝介入 介入人类的历史 介入人的生命 表示后面还有第二件 第三件 第四件 耶稣介入了历史 介入了我们的生命 祂带来一个新的改变 新的时代 新的创造 这个水变成酒 是一个 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 是一个新的创造 祂的荣耀的彰显 祂是神大能 能力的彰显 当然补充 在约翰福音里边 有学者认为 他有七个神迹 那么有七篇大的讲论 我想也是 也许是约翰他刻意的安排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祂的荣耀来 祂的门徒就信了祂 显出祂的荣耀 就是我刚才讲 彰显了神的能力 彰显了神的大能 当然前面 他跟玛利亚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很特别 因着玛利亚持续的信心信靠 耶稣在这里 使我们预偿了 就是使当时候的门徒 预偿了祂的荣耀 就行了这个神迹 祂的门徒就信祂了 祂的门徒看见 因为水变成酒 这不是普通人能做的 这不是拉比能做的 所以门徒的信心也就加增了 门徒从前面跟耶稣同住 以及跟着耶稣同行 经历看见耶稣所做的 祂的信心 他们的信心就加增 越发的相信祂了 这事以后 耶稣与祂的母亲 弟兄和门徒都下加摆农去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这一节是一个成先起后 因为这个事件的最后 这事以后 那么交代了门徒下加摆农去 是为了明天的经文 他们后续的发展 做一个成先起后的说明 那这一整段呢 我刚才讲 最主要的主轴思路呢 是接连的三章 在谈到新与旧的一个对照 另外这里提到九用禁 九用禁对当时艳客的新郎来讲 是一件人生很大的困难 很大的危机 我们的生命也有很多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困境 但是玛利亚 就耶稣的母亲 她相信耶稣可以带来改变 我想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一直在思想的是玛利亚所说的那一句话 她说 她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我们生命中各样的困境 有些时候 比如说我们跟一个人的关系 非常的恶劣糟糕 我们没办法饶恕对方 或者是 我们面对自己的一个软弱试探 我们努力又努力 好像一再的失败 我们生命中遇到了一些困境难处 但是我们可以来信靠耶稣 可以来找耶稣 耶稣值得信赖 像玛利亚一样 一个那么大的困境 她就吩咐仆人说 她怎么 她怎么吩咐你们 她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她相信耶稣可以带来改变 我们也可以这样相信耶稣 耶稣也要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 在哪里 我们的生命 我们认为在哪里是绝望 我们就是在哪里 相信了撒旦的谎言 耶稣能带来改变 他有大能 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显出荣耀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用人的顺服 虽然只是短短几个字 但是我认为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顺服 因为他们可能因此有上大麻烦 我就知道原来当我们搞清楚耶稣的心意 搞清楚耶稣的计划 搞清楚耶稣的命令 然后我们照着去做 我们就要经历神迹 用人做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玛利亚说的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用人所做的就是去咬水 把这个石缸的水打满了 然后把水咬出来 它就变成酒了 这个神迹是同时发生在 这个耶稣的吩咐 以及用人的行动上面 当我们照着耶稣的话去做 我们就要经历神迹 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打水跟咬水 神就要做 他可以做的 就是死水变成酒 我们的生命也会有酒用尽了的时候 突然来的困窘 突然面临的难处 我们可以来信赖耶稣 他可以改变 在新的一年我真的盼望 我们生命要经历一个大的突破跟更新 过去就有的 那个好像你认为没有办法胜过 没有办法克服的软弱 或者苦毒或者各样 这个坏的习惯 不管什么 我们把它交给主 耶稣可以改变我们 耶稣可以更新我们 再来我们在新的一年 我们可以像用人一样 单纯的顺服 我们要经历许许多多的神迹 愿神的话 继续的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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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